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为什么独一无二,不可复制? 你知道肖战为什么这么独特,不能复义吗?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,实力派歌手,会唱歌,会跳舞。 不仅能在舞台上表演璀璨夺目,还能演绎殿堂级戏剧《如梦之梦》。 才华横溢,有超人才华,有艺术细胞,时尚蒸蒸。 作为演员,他有优秀作品的支持,作为歌手,他有作品的支持。 也有很强的实际,唱歌和跳舞都很拿手,舞台也很绝。 个人爱好也很广泛,还有滑冰刀等专业性很强的爱好。 肖战出道前还是个有名的设计师,获得过设计大奖。 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和摄影工作室,尤其是画得好,能设计。 全能艺人,能全方位发展,几乎没有短板,有超强的可塑性。 有表演天赋,有歌唱天赋,有好的声音,有好的个人形象外表。 有文化有学历,有人品,心地善良,肖战性格温柔,但外柔内刚。 内有气势有野心,但三观超正,有完整的人生观,价值观,理想观。 想要的就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,不走歪路。 抗压能力强,有想法,善于分析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 异常冷静自律,敢于接受挑战,就会不断鞭策自己,不断进步。 不断沉淀,不会甘心于现状,不会止步。 学习很快,能快速抓住要点,环境适应能力强。 能从一个行业走到另一个全新的行业,它能很快适应。 而且特别有想法,工作有耐心,不会半途而废,踏实。 本科学历,就读于综合大学。 有文化修养,善于说话,气质出众。 肚子里有墨水,有书倦气,肚子里有诗书气来自中国。 肖战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,存在着特别的灵气。 他虽然出身于非科学类,但他超高的才能,以及他极度的自律和努力。 都可以压垮一切。 才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 他真的很完美,而且特别是和别人不一样,独一无二,无法复制的理由。 也在这里。 能力可以培养,但一个顶尖的才能和内在文化底蕴。 以及个人素养是无法复制的。 关键的他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灵魂。 肖战给人一种复杂多样的感觉。 他成熟稳重。 霸气侧漏,从容不迫,能掌控全场,无论何时。 无论什么场合,云淡风轻,喜怒不形于色,有名无实,有骨不辱。 淡定从容,十分冷静但是,在他的内心深处,依然住着一个孩子。 依然斥诚浪漫,纯洁无瑕,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,依然纯洁善良。 因为懂得世界而不懂事故,不忘初心,不随波逐流,没有路就是自己的。 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说是万里挑一。 有趣的灵魂确实是万里挑一,很少能拥有。 每个有趣灵魂的人都有一颗慈悲的心,所以能超脱物欲。 不受世俗干扰的影响,心中总是有自己的路和智慧。 但是,漂亮的皮囊也不疑虑,真正漂亮的皮囊也与众不同。 没有千差万别,但最高级的美其实都是一样的,不分国界,种族。 都不会被时间埋没,所有人都向往,追求,喜欢。 肖战顶级的脸,也是独一无二的,有很多漂亮的人。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肖战,不是别的? 另一方面,肖战不仅是国内粉丝,海外粉丝也很多。 据说即使杀了几倍国内粉丝,外国人的审美能力也和国内不一样。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。 当遇到真正漂亮的东西时,在绝对的美丽面前,所有的偏见和固执,傲慢和不满都会消失,意见会一致。 肖战最优秀的一点是,他的才能,才能,实力,人品。 并没有因为他的外在而被忽视。 他依然以自己的作品输出。 以自己的实力粉,以自己的才能出彩。 以自己的人品取胜,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,即使没有海外的发展。 也依然能成为世界常客,站在世界之首,站在世界之首,在海外。 这样优秀完美厉害的人真的很少。 国内每天都把肖战和什么流量比较。 踩在电影界,真是对肖战的不敬。 要知道肖战电影也有好的成绩,朱仙依2000万制作成本,国内票房4.05亿。 还有国外票房,肖战主演的戏剧,无论是电视剧还是。 电影都被引进了国外很多国家,在国外很受欢迎和喜爱。 而肖战不仅是实力派演员,同时也是戏剧演员,戏剧演员被誉为艺术家。 而且演的是顶级的戏剧。 现场去看肖战的剧,你绝对会对肖战竖起大拇指。 那台词的演技,演技,舞台的控制,角色的形成和升华,绝对会更新你的认知。 央视电视剧《斗罗大陆》,当时,谁想到斗罗大陆能在央视升星? 王牌部队于申请多指教的上星播出后,得到了无数的肯定和认可。 特别是王牌部队播出后,大家都对肖战表示肯定和赞美。 肖战的戏路很广,老中青三代就有了。 他真是难得的天赋型种子选手,资质好,自身也足够好,是非常难得的优秀人才。